听见各位球员的电影大家好 我今天想特别请教 封路看一下整体的钢铁族群 因为整体的今天的原物料行情里面 看起来国际的一些商品价格还在标 大盘本来在今天以前 大爷认为说这些钢铁啦 黄金啦 还有包含一些贵金属相关连结的个股 应该是有机会成为资金避风的 可是看到2009的第一铜 今天杀到刚刚已经是亮灯跌停所住 包含了像是中钢 也开始回补这波往上的跳空缺口 很多的一些小钢炮 今天盘中杀的也重 加大啦 智联啦 荣钢 今天的一个盘中下杀的走势 真的还蛮令大家担忧的 你会怎么看 真的是一些盘中的资金避风港 又开始做撤出 转为现金为上了吗 你怎么看呢 好 我比较同意刚刚提前有说的 现阶段其实它是有点无差别的下跌 那只要是你这两天还相对强的 马上就回档修正 我们先来看像3035的资源 是不是前段时间非常强 好 那它创高之后 看到整个大盘战要下跌 手中持有的 只要你的获利够丰厚 你随时都会想要卖出 因为市场不确定嘛 那再来看刚刚提前有所说的钢铁股 那钢铁股如果说这一波 我们跟大家来报告 像我们在二月初跟大家来讲说 你可以特别去留意到像5009融钢嘛 那当时位阶很低 那位阶很低跟大家报告 它在极限跟半年线附近 那我们说荣钢它特殊钢 又是航太用的 那又是不锈钢 那整体的一个报价在上涨的时候 它都会有优势 那当然它就缓不来这样走 那今天也是什么 创了短波到高点之后 快速的下压 今天所有的钢铁股 都是冲高之后快速的下压 这有几个重要原因 我先跟大家仔细来说明 第一个 国内我们大多数的钢铁股 它其实是没有真的有矿 它没有矿的话 那它主要就是做来料加工 然后再来就是 它主要能够上涨的理由 都在于第一个涨价 第二个库存 好 那我们再想 以现阶段所有的一个 这个原物料都在上涨过程里面 来料加工的一个毛利 当然是会有一部分的提升 那当然获利 它就会反映到现阶段的股价上 就是最近它强势的原因 那第二个 既然是玩库存 那你低价库存 最终终究都会用完 所以它的获利就没有这么有持续性 好那再加上整个市场气氛比较差 那大家当然是什么 现金为王 先逢高速获利调节 所以钢铁股 我们前年应该跟大家报道 包括像我们昨天还跟大家在讲 2010的一个春远 位置比较低 在基线附近 它今天也是早上开个高就下滑 为什么 因为整体的市场 现在它是先把股票换成现金再说 但我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 搭配上我看到整个筹码 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 这两天我们都在讲 投信连几买 对不对 20几买了 好那我认为这应该会持续 那第二个 就是关股券商 它其实在昨天是大买超过160亿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金额 是单事实上的新高 筹码正在变好 那一直以来 沙盘最严重应该就是外资 然后外资去年前年 卖了将近一兆 那其实今年以来又卖了3000多亿 这一个礼拜 光光昨天卖了800多亿 那如果以今天来看的话 以现代段指数的跌幅 我认为应该又来到了500多亿上下 那这个当然都是 市场上的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不跟这些人去做冲突 所以短线的资金会先走 但是筹码开始其实在变好 关股投信在买超 然后融资大减费 我相信今天的融资 应该又继续大减费 昨天减了40多亿 今天我认为应该还会再超过 好那整理的市场 信心都相对疲乱 但刚刚行政运长 特别讲一个很大的重点 大家都期待说 国安新兴出来救 其实我认为 不要来救是最好的 让市场自然落地 再往上走 筹码震荡完之后 再往上攻击 这样会比较健康 毕竟现阶段有一个重点 他刚刚说的 大盘有成交量 那有量就是你下跌过程 有人去承接 那只是谁在这里承接 谁敢在这里买股票 这个关键了 那我们说 有人已经先提前告诉你的 就是投信 就是关股券商 那我认为 在整体的一个 台湾的经济实力 持续在经济增长的过程里面 短期的信心因素 会让股价指数下跌 那操作上面 你当然就一个重点 分批来做一个承接 我倒是认为 到这里 就不用过多去做沙地 那你的一个布局 你的一个操作 一定要留意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的产业 它也有没有什么 成长性 它是不是有一个技术含量 那未来 它能不能够有资本支出 让它这个营收 可以有效的成长 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今天一早 我就听到 今天一直都在说 现阶段台积电 零股的买卖已经非常高 现在盘中最热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 就台积电来说 台积电投了1000亿美金 未来五年 资本支出这么高 三兆 将近三兆台币 然后再加上说 它的营收有机会翻一倍 那我们就现在来算 它的本益比好了 今年它的一个EPS 预估是接近30块 好 那五年的营收会翻一倍 我们就说 它不要太夸张 照理的讲 营收翻一倍 获利应该是有机会 成长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我们就讲最基本的 营收翻一倍 你获利也只成长一倍 那它今年的EPS30块 那预计 那五年之后它会到60块 那也就是说 以现在来看的话 现在的股价才560多块 好 那本益比其实不到10倍 那这个是全球的 金元代工龙头 拥有最先进的一个 金元代工的技术 然后又是台股市值 最大的公司 又是跨国性的一个大企业 那它股价前一段 本益比只有10倍 那其他的高科技股 第一件事情 先会怎么样 求成本益比嘛 所以今天跌是大家一起跌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如果把时间拉长的话 那台积电未来会变成 10倍只有本益 只有10倍本益比的公司 那现在来看是相对便宜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如果投资民有这边 对台湾是有信心的 对台积电有信心的话 其实在这个交易里面 你可以开始分批的 用零股来做交易 都可以 因为毕竟它一张 好像有50多万 那你用零股的交易 你分批 每天每天来做一个存股 因为很多投资民 每次都要问 长很多就是问说 要不要去存股台积电 那如果说台积电 你都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刚才说的 五年它的营收成长一倍 获利有机会 再成长超过一倍 那EPS60块的公司 那长期稳定配息的公司 我觉得这边 反而投资费用 就不用太过于担心 那整理的大盘 因为战争这个情势 到底会推延多久 我们不知道 但所以操作上面 第一个 如果你很担心 那你就多看 那分批而来去做关注 那操作的一个选股的部分 就以刚刚我所说的 它有营收会成长 它有资本支出的 那另外搭配上来讲的话 我随便来看到ABFF ABFF这个三雄 其实过去这两年来 也是表现非常好 那我先找其中里面一个 资本支出持续在扩张 那营收获利表现还不错的 这个是代号3037的新星 那其实我们去看它的一个 整体最近的一个表现 其实它也是在今天 微微跌破的季限 那去年也赚了8.98元 其实就整体来讲 本一笔是算 还算是可以合理的一个接受 但是因为它比较属于 相对于台积电 没有这么大型 那它的一个成长性 更会相对来讲更高 那我会认为说 未来ABFF 还是在持续性的一个缺货 那现在缺货的情况 也到到2023年之后 大概未来五年 应该都才能够维持一个 供需平衡的状况 那股价现在在季限附近 好我想农历年后 它的表现其实是比台积电 还要来的强 那如果说 你要去看好 长期的一个景气发展 有资本支出的 长期景气好的 然后EPS也不错的 我觉得这些个股 大家就可以开始分批的留意 当然你也不用急着 马上就杀进去 你可以等到整个市场上 稍微比较稳定的时候 你再来去做个分批的一个布局 我认为台北股市的 长期经济发展 还是相对好的 那市场 现阶段是受到 无差别的下跌的过程里面 投资朋友应该是定家心来 先挑选好股票 存在你的一个 观察的一个目标里面 等到市场一旦气氛变好 就可以开始来做分批操作